10月20日晚,2019环球国际小姐中国区总决赛在湖大巷 主持人杨岚,歌手吴启贤等亮相现场助阵比赛 在经历了三个小时的比拼过后 来自安徽的90后女孩江流成从30名家里中脱颖而出 获得了2019环球国际小姐中国区总冠军 今天我非常的激动啊 我非常热爱舞台 我今天非常自信 我觉得我尽力了 我把最好的自己展现在这里 环球国际小姐选美赛事 于1973年诞生于美国 全球有70多个国家选派选手参与 所有选美奥斯卡美誉 是世界顶级的国际选美赛事之一 总决赛当晚 所有加力通过泳装、时装、晚装走秀等不同环节的演绎 向观众呈现了一场丰富的视觉盛宴 随后进入前五名的选手 通过问答环节来争夺冠军的桂冠 最终江流成凭借个人出色的发挥 成为了环球国际小姐中国区总冠军 赛后中国小姐江流成表示 她将积极旅行中国小姐职责 传播爱心并努力备战全球总决赛为国争光 未来的一年就是好好地旅行 Miss China的职责 应该是传播爱心 然后呼吁人们做一些对社会有利的工作吧 这是我未来一年的规划 好好备战世界赛 争取也为国争光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感谢观看 欢迎订阅